PBA里面一不一样呢 其实你可以点函数的 然后点一个月好了 月的话呢 我们就点到M M有没有Mans呢 A有Mans 点下去 那你会发现呢 其实也是一样 Mans后面加一个参数什么 就是你的日期嘛 它就会怎么样呢 把那个日期得到就是什么 只有月的部分嘛 那其他像那个什么 应该义尔也是一样的 所以你点一个Y Y的部分有没有义尔 也有义尔嘛 也是一样 所以其实这一题 坦白讲讲 不用那么麻烦 如果我们自己来做的话 根据刚刚那个范例 那很简单嘛 我的那个写作的规则 都很容易 应该慢慢 大家可以理解 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要资料剖析 而且我要月份的部分 那我该怎么做 第一个 你可以这样的 第一个观察一下 你这个范围 从哪边 有没有 哪一列 到哪一列 如果说你不知道 哪一列到哪一列 你可以用什么呢 那个and 最 control向下嘛 那这个程式已经写了 很多次了嘛 应该快要背起来了 写到快要背起来了 那么range 括弧 h 然后点and 向下 点ro 就可以取得 它是最后一列 在哪一列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就for回圈 从第二列到 它最后面一列 反而回圈之后呢 取得 这一列里面的日期 的什么呢 月份 并且把月份 放在这里来 就这么简单 大概四行五行 就解决了 可是如果你用路字句集的话 你就变成 你要用它的方法来完成 但是如果今天你要用VBA 自己写的话 其实就几行而已 应该 有 有那个 那个那个程式出来的 所以如果你慢慢可以 有那个感觉的话 以后写什么都很快可以写出来 那我写 写 写这个就会看好了 for 第一个先决定什么 范围 for I 等于多少 二到 哪里呢 二到那个 我们最后的那个 然后 那那个是X 假设X 那X在哪里呢 现在还没有 对不对 X的值是在 我们刚刚 其实你可以参考前面的那个程式 对不对 这个X呢 其实就是X等于什么 等于Range 然后我们是以那个H栏 所以H栏就是H 帽号H 然后分号 点什么呢 E N D 刮斧一下 然后呢 向下 对不对 空格 刮斧 点R一下 ROW 这个空白键一下 这样子就得到X了 所以我就知道说 H的最后一个列在哪里 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可以跑二到那一列 那我要做什么呢 我要把那个月份的部分抓出来 从哪边抓呢 从那个日的部分抓住 从那个日期 那你要去看一下 到底是在第几列 我要的资料在这里 我要丢的资料在后面 所以特别注意 就是说 这个地方是应该要放在前面